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们支持老师傅很慈悲地拿了文公词都在量 在量 在量 阿弥陀佛 你在量 这个吉利的储寸是不是 老师说是啊 那你不是说这是外道吗 哎呀 不能这么说 佛祖没有这么讲 是人家 巧立明相 修行者以前的老祖师们 叫我们迷幻 不要迷信 事实上佛祖在西方 他不了解东方文化 所以不能信 我说你从哪里开始呢 那我从那后面那个小 小的小小小寺庙寺院 每一个文公词都是劫财 或是口熟 等等呢 结果我那个在那里好难做 事事非非啦 哎呀 那个无中生有什么事情很多 弄成众生的误会 我感觉非常罪过 所以有一天 我亲戚朋友就拿了一个文公词来跟她说 我啊 口熟 官司 人家官司搞 哎呀 苦苦啊你啊 吃米饭味也要给你收骨 还有呢 再拿一个量起来 哎呀 劳益之灾 哎呀 我差点去跑去当了牢狱住宅去坐牢 无中生有的事情太多了 后来朋友告诉我 我全部改 待一门该改就改了 改好了 稳下来了 今天才有钱再来盖新的道场 所以我不得不一定要彻底监工 所以这个就是真理 文公词是真理耶 不然你有办法你去设计一个有利益重生的文公词给我看嘛 文公词几千年了啦 这个真理几千年了 是1.14的数学真理啊 所以我建议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 一定要符合财和本 不要说千切好就好了啦 就是我们宜蘭到场 因为法师当时我跟他说 你每一个门和窗 全部都把文公词试看看 结果 文公词到现在的11年 他从来没有点过文箱 所以也没有文子到汉苍蝇到里面来 这即是文公词的不可思议功德力啊 所以我希望我们各位贤士同修 自己家保护自己你要看看 长宽你要看看 不对了就改 这条路改 花都来啊 祝福各位